Hello大家好 我是深圳大学2019级的学生谢蕾蕾 今天呢想要给大家推荐一本书 这本书啊 深大人都得看 不是深大人 那就更要看了 因为读了它呀 很有可能你就会想成为深大人 就是它 2020深圳大学普通全日志 本科招生指南 去年我也是拿着它去报考了深大 但是我发现今年它和往年都有很大的区别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它今年变小变厚了 它今年有一个更重要的变化 就是里面告诉了大家一个秘密 要想像深大一样成为赶超双一流的大学 只需要拥有四大绝技 第一大绝技就是城市好 就像它封面上说的 选择了深圳大学 就是选择了深圳之后 最起潜力的城市和更好的未来 那深圳是一座怎么样的城市呢 从小我就听说 有一个老人在南海边画了个圈 可是来了之后我才发现 这哪里是随随便便的一个圈啊 这发展速度简直全国的头牌城市 而且今年也正好是深圳经历特区建立的四十周年 它现在可是啊 新鲜出炉的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就这发展速度 你让我怎么相信这里四十年前 居然只是一个小鱼村 真的假的 我不信 我选择深圳大学呢 一部分原因是觉得深圳这个城市很好 当然也是觉得山大很好啦 因为深圳大学是和深圳一起建立起来的嘛 同时呢也是唯一一所 和深圳一起成长起来的综合性大学 而且据我所知啊 它的国内外排名还有专业排名 每年都在步步攀升 那深大除了吸收深的这些天地精华之外 还有什么看家本领名 那可就多了去了 现在就让我介绍一下 书里的第二大绝技 教育好 深大的老师可各个都是大卡 哪里不会教哪里 学习变得so easy 而且颜值也是非常的高 说完了老师的厉害 那学生呢 当我发现我身边的同学啊 左边一个拿到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特等奖 右边一个大学生机器人比赛一等奖 只要你学好了 深大就能硬气地拿出让你够吃一年学校食堂的奖学金 这不就是告诉我们只要肯努力就一定是会有回报的 当然学习并不是大学的全部了 我觉得大家应该很关心 像学校宿舍有没有热水啊 然后有没有空调啊 学校食堂怎么样啊 有没有受团啊 这样的问题 放心 这些全都有 现在就让我来介绍一下书里的第三大绝技 生活好 深大的食堂 我觉得没有你吃不到 只是你想不到的 但除了野味啊 而且啊 深大还有365天都不打荣的脑书馆 而且我听说 运动场里面也经常会有世界冠军的出没 深大还有多大让你想分身的170多个社团 和数不清的义工活动 大学的快乐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的 大家一定会在想 毕业了之后去哪呢 前途怎么样呢 放心好了 我们深大人从来就不愁没有工作 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么就让我们看看书里的第四大绝技 前途好 大家看看我们现在全国13亿人民都在使用的微信QQ创始人 小马哥 还有吉卡社里的宝藏老男孩薛兆峰教授 还有啊 华为的首席财务官 那不都是我的师父师姐啊 有这样一群优秀的前辈在前面奔跑着 我们这些后辈难道会差吗 哇哦 据我所知啊 深圳大学是全国就业前景最好的20所高校之一 将近呢有20万的深大人最后都招跟在了深圳 是不是他们就舍不得离开母校呢 no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深大的地域环境啊 周围环绕着的 腾讯 大疆 经典 这么多的大型企业 很多学生在实习的时候啊 就已经进入了世界文化教 那吃住呢 就在深大 我觉得光是想想的 就非常的美滋滋嘛 可恶 一直都要听闻深大的创新创业 来了之后我才发现啊 真的是盖的 而且呢 还有很多说走就走的出国旅游机会 不对啊 是出国交流了 只要你足够优秀啊 那遍地都会是 看着就让你心弄光 好了 听我说这么多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深大的好呢 我就赶紧报名自己来体验一下吧 那么我们就深大见哦 拜拜